近日,85岁高龄的有本昌重新穿上袈裟,戴上帽子,拿上扇子,在杭州一个寺庙前演起了技工,有本昌依旧是老太隆重,还不停地唱着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《鞋而破》,帽而破,身上的袈裟破, 一时之间让很多网友感觉回到30年前,网友说,我们又回到了童年,见到那个技工了,有本昌的技工和六小灵童的孙悟空是一样的经典,已经是数代人心中的记忆,热心网友纷纷留言,祝愿有本昌也也身体健康,幸福快乐,除了有本昌是演的技工外,还有其他的演员也演过技工,今天小编为各位看官,盘点一下那些不同风格的技工, 一,周星驰技工,周星驰在电影技工中饰演技工,周技工的衣服造型,很接近技工的形象,已经成为观众心中的记忆,电影中同样是技工普渡众生,让乞丐找回尊严,让妓女不再卖身,让恶人不再作恶,电影剧情看似无厘头,其实含有深刻的现实意义,周星电影的特色,是通过无厘头搞怪风格,将电影中的人生和哲理体现出来, 二,陈浩铭活活技工陈浩铭在电视剧活活技工中饰演技工,这部电视剧一共有四季,每年暑假在江苏卫视播出,收视率也很高,陈浩铭的风格走的是与不惊人死不休的路线,融入了各种网络用语由我在,没意外,是一位现代潮流版的技工,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很好,就是特效和打斗时代, 是让观众大跌眼镜,是一部靠陈浩铭浮夸演技,撑起来的电视剧被网友一度吐槽被雷剧,自此陈浩铭也成了雷剧的代言人,三,张默济工新传,张默在电视剧《济工新传》中饰演济工,张济工和他爸爸张国立饰演的秦桧,上演一段斗志斗勇的故事,张默也是有演技的,搞笑风格也是驾驭的主,这部电视剧拍得很不错,故事情节,场景道具,人物特点等等, 都是得到观众的认可,张默也是凭借这部电视剧,让观众认识的,本来前途一片大好的张默,可以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,但是就一不小心吸毒了,演艺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,四,郭德纪工传,郭德纪工传,在电视剧《济工传》中饰演纪工,郭纪工说实话有点胖,白白胖胖的,衣服也是全新的,丝毫没有污渍,郭纪工就是一个闹剧,观众看完乐分,一下就醒,毕竟, 郭大爷的电视剧,开心就好,细节是神马,剧情是神马,郭大爷开心就醒,五,有本昌纪工,有本昌老师扮演的纪工,大家都不陌生吧,在他之后,几乎所有的纪工的扮相都是在模仿他,看似拉拉他他却是慈美善目,仿佛人世间所有的善恶,在他张嘴一笑之时,一切都能够被放下了, 而有本昌老师曾经说过,并不是他掩护了纪工 对不起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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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